《九瓶》共產黨被稱為近年來流傳最廣的中共禁書 已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 在許多國家出版上市 自《九瓶》出版發行後 2005年重印了十幾次全部賣出 2014年出版的《九瓶精裝十週年紀念版》也都售完 國大出版社社長洪月秀表示 臺灣經銷商反映說 《九瓶》最近熱賣 希望再版 我們經銷商就跟我說 《九瓶》好像一直在吊書 我這邊一些精裝版全部都給他們 他說還不夠 那就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再版 那我就說 是現在市場銷量不錯嗎 他說對 因為他們手上很多訂單 那他也主動跟我說 最近賣得比較好 可能是疫情的關係 去年底正是中共肺炎疫情在武漢爆發之際 由於中共隱匿疫情 目前病毒已經蔓延到 全球至少177個國家和地區 確診超過360萬人 死亡超過25萬人 國際社會正計畫發起對中共病毒的獨立調查 以及對中共的追責 他們有觀察到疫情這段時間賣得特別好 那我就跟他講 應該是最近也有人說 觀察那個比較嚴重的國家都是跟中共走得比較近的 特別是很多人想要了解共產黨是什麼 之前是香港反送中嘛 那現在就是又加上疫情的情況 所以應該是很多人他們也會覺醒 然後去思考 那他們就會找 《九評共產黨》發表於2004年11月19號 九個章節分別闡述了共產黨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其家的 中國共產黨的暴政 共產黨是反宇宙的力量 江澤民與中共相互利用 迫害法輪功 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 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中國共產黨的邪教本質 中國共產黨的流氓本性 《九評》也引發海內外華人退出中共黨團隊大潮 目前已有超過3億5千萬人聲明三退 疫情爆發後 在海外退黨網站上 聲明退黨的民眾紛紛表示 我看過《九評共產黨》 看過《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一開始我把這兩本書看成揭露共產黨邪惡的書 反黨的書 現在我才恍然大悟 我並沒有把它看懂 這些書的最重要意義是點出來了 共產黨是一個邪靈實體 這次疫情死了那麼多人 這個政權還在那裡騙人 我以前看不懂你們的《九評》 我現在全明白了 我就在這裡退黨 退團 退隊 徹底拋棄這個魔鬼 韓國三退義工曾希元介紹 在中共肺炎疫情爆發後 很多大陸百姓一聽真相就同意退黨 隨後中共加大宣傳又迷惑了一些民眾 有人甚至質疑他勸人退黨是搞政治 恨共產黨 那我就告訴他不是我們恨共產黨 因為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就是毀滅人類 它怎麼毀滅人類 它就是要先敗壞你的道德 現在中國社會你看一看老人倒了都沒人敢去扶 假貨遍地 什麼假疫苗 假奶粉 假食品 相互坑蒙拐騙 環境也被污染 人心更有毒 為什麼共產黨統治幾十年就把中國 成為變成了這樣一個互害的模式 這就是它毀滅你的一個必要過程 洪月秀表示 為了滿足讀者需求 博大出版社在《九評》發表16年之際 再版發行瓶裝本 希望讓世人更加認清中共本質 從心理上擺脫共產協力的控制 迎向新的紀元 新的未來 無論返是非人的 原汁講答案 無論返是非人的 �지 我們在一起 遺産aram 無論返是非人的